我真是没得仔细说你 那才能买保险 你也才买保险 你是卖一个月卡的 上一单都没卖出卡 老婆 去我的口才 你又不是不清楚 我在村里跟你饿 哪敢跟你一家 主要是呢 我这人卖关系不行 你看我没法出个想交个朋友 跟朋友切个饭 打个牌 你就不做个课 这钱哪很高的好罗 你管鬼 我天啊这两个子又是两个 又是在吵吵吵的 三哥 你来的真好 你说他呀 跑保险跑了一个多月 一单都没卖出卡 他还怪我 我说 姐姐 这你就要从知识找原因了 你跟没关系 你没得的话 未必 你们的同学 就非要发展朋友 对不对 是的 从有缘到初中 哪说来都有几百个同学的 你把这保险 推荐的同学们就行啦 是的三哥 你说的有道理啊 我这行的 结果挨家挨活的 拜访我的同学给的 老婆 我先扣的 等我的好消息 这人是活的来啥 嗯 扣的 扣的 满开啊 老婆 老公回来了 买了后头等你半天出口了 你不愿问我买了后头 你应该问我瘦了后头 什么意思啊 你 能这么多情节啊 首先呢 我开的第一家户的 是我们班长户的 他热情地邀请我坐下之后 给我倒杯水 当我刚要开口跟他推销保险的时候 他抢先我一步啊 说酒喝酒 二个十十岁 然后我去和迪哥加个 同样的套路 一次内退 我去搞你都回来了 老婆 只想让搞你 想搞你 你可找了个山山借钱 可赶这些人情客 是大厨的鬼点子 老婆